天池是东天山一个高山淡水湖 是滋润富康大地的源泉 也是西王母传说的发祥地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五集纪录片 明月初天山第二集 月下瑶池与后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明月初天山第二集 库勒穆罕是新疆富康市三宫河乡西台子村的哈萨克牧民 他家就住在新疆天池西岸的神仙湾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方 每天清晨 库勒穆罕将牛羊赶上山坡 便回到毡房开始制作酸奶 这是哈萨克族妇女必备的技能 也是一项十分消耗体力的活 库勒穆罕十九岁 从阿勒泰嫁到这里 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因为丈夫去世的早 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做事 家里的活就得自己打理 天池作为库勒穆罕的第二故乡 他见证了天池三十年来的变化 特别是天池湖水 不知什么原因在逐年下降 湖岸边裸露的石头就是见证 这让库勒穆罕感到忧虑 天池 天池作为冬天山最大的一个高山淡水湖泊 由于近年来气候变暖 湖水自然蒸发与超负荷利用 水位有所下降 湖面也在萎缩 为了弄清天池水文情况 2012年6月3日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摇杆测控中心的技术员赵峰来到了天池 对这里的水文和周边环境进行测量 这是继上世纪60年代之后 又一次系统测量和研究天池水文变化 这是一架四旋翼遥控飞行器 上面装着微型高清摄像机和一些水文测量仪器 这是目前国内用于野外考察 摇杆测控和航空拍摄较为先进的技术手段 天池位于新疆富康市境内 伯格达峰脚下 湖面海拔高度1910米 面积约4.9平方千米 最深处达102米 天池的水文变化是伯格达峰生物圈的一个晴雨表 它与气候演变 冰川融化 水土流失 水资源利用 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就在赵峰用四旋翼遥感测控飞行器 对天池进行航空拍摄的时候 另外一个小组将前往天池南岸考察 严顺和赵新游都是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他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就开始对天池湖的形成水资源蓄积量 以及水文变化情况长期跟踪研究 近年来他们发现 天池湖水位变化明显 根据多次摇杆测控获得的数据 与上世纪60年代水文图比较研究 他们发现天池湖水竟然降低了十几米 此外山红泥石流对天池的威胁也在加剧 这块地方呢 就是天池南边的路湖口 这条大沟都基本上可以通到那个天池下面的冰川上面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我03年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草地 后来呢 由于一次比较大的洪水 把草皮全部截掉 截掉以后这形成了一些沙地石的潭地 就是草一点都看不到了 现在我们远远的看到 那个保留下的草地现在还在那 你看几棵杨树那有些草地 天池的湖水主要来自伯格达峰冰雪溶水和山区降雨 而这里是天池唯一的入水口 在近三十年来 泥石流向湖里推进了三百多米 尤其是1997年的一场洪水将大量泥石流带到了这里 形成了一个高出水面两米多的冲击扇 原来遍地鲜花盛开的草地不见了 只剩下高地上几棵白杨树 仍然坚守在自己的领地 而他们脚下这一小片绿地 就是当初的地平线 是什么原因导致天池湖水下降呢 天池湖水下降和泥石流泛滥 对富康式的自然生态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专家们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 希望从历史上一些案例获得启示 公元1783年 也就是清朝乾隆48年初下 新疆富康发生了大旱 庄稼濒临枯死 人畜饮水困难 百姓极苦加深 时任乌鲁木齐都统明亮 见此情状心急如焚 要求地方官寻找水源 经过民间调查 明亮得知 在富康南面 博格达峰下有一个海子 民间传说是蛟龙居住的龙宫 长久以来没有人敢涉足 于是明亮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 从富康出发前去探个究竟 他在后来的悲剧中写道 自南山口取道而入 溪流曲折 山径迂回 林木交音 蔚然深锈 穿檐月鹤 寒旋于松云吻玉之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明亮及其随从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 行程八十余里爬上一座高山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大为惊讶 一个碧蓝色的海子静静地仰卧在群山环抱之中 他在后来的碑记中写道 见神词浩渺如天境浮空卧日荡云寻造物之傲区也 他惊叹造物主这神来之笔 果然名不虚传真乃天池是也 雪山森林层层叠叠 尽管已是盛夏 伯歌达峰仍是白袍加深 顶天立地 巍峨壮观 而群山环抱中的天池 绿树倒影深不可测 此情此景 怎不令明亮这位封江大吏欣喜 他自言自语道 这下干渴中的富康有救了 经过实地勘察 明亮发现 天池出水口得大石封堵 弱大的湖水不能下泄 于是他奏请朝廷拨付银梁 雇佣民工书郡天池出水口 他在隶属了汉唐时期 屯垢树边的重要性之后强调说 稳定边疆在于农业丰收 混聚仓陵 而要发展农业 首先得新修水利 乾隆皇帝得报以后 马上给明亮拨付了两千两白银 用于疏通天池出水口及河道 这是人类第一次引用天池水造福苍生 明亮在《灵山天池疏藻水渠碑记》中记载 富康之阳 灵山停列 风势出墨雪雾中 尚有天池在焰 天池这个名字是明亮第一次引用 并用文字的形式 捐刻在碑记中 沿用至今 而天池银水工程则是 一山凿简一落千丈 飞铺与银河蒸流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天池水利工程修郡的第二年春天 不知什么原因天池水一落树丈 由于出水口高出水面 天池湖水一下子断流了 而恰在这时 明亮因故被逮捕回京师投入大狱 新任乌鲁木齐都统图斯义 毫不客气地向朝廷奏报 富康县 灵山水渠 经前任都统明亮 奏铭动向兴修 但查该处水渠使与屯田无益 应行停止开挖一省泥费 并追究他引池水下山的全部费用 则令缴赔 乾隆皇帝批示 开渠饮水原为屯田灌溉 灵山水渠既与屯田无益 其旧再明亮 立即停止开挖 所用银两由明亮赔缴 结果两千多两白银 全部由明亮赔偿 其实明亮为屯田新修天池水利是完全正确的 只是由于伯格达积雪溶水比上年减少 一时无法引水下山 而无端遭弹劾被罚款 尽管明亮当时受到无端责罚 但他主政新修的水利工程 二百三十多年来一直造福着富康百姓 如今富康市在三公河下游修建了大型水库 并把天池水通过灌渠输送到田间地头 利用先进的地魔滴灌技术 浇灌着千里沃野万亩凉田 为了揭开天池水为下降之谜 科学家首先得弄清楚天池是水的水 如何形成的 我们现在看看 这些冰激物大概都是哪些种类组成的 2013年7月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颜顺和赵新游 又一次来到天池大坝 寻找天池形成的证据 你看 它是比较细的 紫红色的 这个地方主要是以这种宁慧眼 紫红色宁慧眼为主 颜顺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主要从事古地理环境演变与人地关系研究 三十多年来 为了解开天池形成之谜 他们曾经多次来到这里实地考察 天池坝体上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 在这里静卧了几百万年 但对于颜顺和赵新游来讲并不陌生 两位专家经过多年研究 对他们的来龙去脉已经了如指掌 就这些东西 你看 它非常硬 这大块的这些 你看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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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这么大 成分都不一样 颜色也不一样 这块白色的 还有这块白色的 还有这个白色的 这是同样成分的一个角力 这都是这些角力 它是一个完整的石头 它膨上去以后再落地 落地以后这些角力 被火山灰 给它那个 就沾到一起了 就形成这种岩石 这种岩石呢 实际可以代表 当时火山喷发的过程 大约在距近二百多万年以前 古老的天山 受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挤压 龙升抬高 天山在抬高的过程中 引发火山喷发 天池霸体上的这些巨石 就是天山在隆起过程中 火山喷发留下的证据 这个特别坚硬 这个一般我们说的火山喷 火山喷就很坚硬的 非常非常致密 坚硬 宁慧炎 我们在这个坝上面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块的这个岩石 这些岩石呢 成分比较复杂 它为什么成分比较复杂呢 就是在冰川搬运的过程中呢 它带着那些冰川上面那些表迹物 是来自于不同地方的 所以这个岩石成分比较复杂 另外它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带来这些岩石 大小是轰杂不凶的 这些大小轰杂 也是冰川搬运的一个特点 根据这些呢 我们可以推断 这个大坝应该是冰川搬运来的东西堆积而成的 在距今二百四十万年以前 全球气候出现过多次冷暖变化 学术上称之为第四级冰川期 冰期集盛时 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大陆被冰雪覆盖 当时天山天池地区的山脉与沟壳 也全部被冰川覆盖 冰川面积相当于现代冰川的三倍 冰蛇下陷在海拔八百米左右 比现在的天池湖还要低一千多米 冰川一直延伸到三宫和石峡以外的山口处 冰川从伯格达峰到天池一线的山谷 顺着两千多米海拔的落差 不断向下移动 并将山谷两边崩塌的山石运移到冰川末端 在这个冰川积累与消融的平衡线上沉淀堆积 筑起了这道长七百米 高达二百八十多米的弧形大坝 随着全球气候转暖 冰川开始融化 大坝将冰川溶水和高山降雨 截留在深山峡谷之中 但是天池的行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第四季冰川期 时间长达二百多万年 专家们推断 天池的最终形成大约在距今十万年左右 由此可见 天池作为一个冰川艳色湖 湖水的此消彼长 源于伯格达峰的冰雪溶水 每当冬季 山上降雪风后 或冰川积累年分 天池就会迎来风水期 相反则可能有所下降 但是天池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 湖水起起落落 周而复始从未停歇 也许这正是他生命的活力所在 十多万年以来 天池依然静静地仰卧于天山的怀抱 他像一面镜子 映沉着伯格达的伟岸 森林的浩瀚 以及春夏秋冬的无穷魅力 天池作为一个自然的湖泊 与天山一样古老 而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则是源于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 天池在唐朝以前被称为瑶池 传说这里是西王母之邦 而名声远过 在天池东岸的半山腰 有一座气势恢弘的庙宇 瑶池宫 这里供奉的正是西王母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 她以慈善济世为神道 并掌管着三界的婚姻和生儿育女 后来被道教所尊崇 成为长生不老的化身 几千年来 深受中国百姓的崇拜和信仰 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朝拜的善男信女 络绎不绝 那么西王母是何许人 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 她究竟是人还是神呢 根据我个人看到的一些文献史书 这个人历史上却是存在的 比如讲在穆天子传里面 在三海经里面 在我们国家最早的历史书 比如说司马迁的《史记》里面 以及魏晋人的郭普的这种史书记载里面 都有很明确的记载 比如说沐王十七年 周沐王西兄 然后见西王母 然后讲西王母 怎么如何到中原地区来朝贡贡献御史等等这类记载 所以可以初步确认 西王母这个人他确实是存在的 据穆天子传记载 公元前989年 周沐王一行从洛阳出发 北上经太行山进入河套地区 然后沿黄河上游穿越河西走廊 一路西行进入新疆 到达西王母之邦 周沐王与西王母相会期待已久 这是周沐王西行中最为精彩的一幕 据穆天子传记载 周沐王到达西王母之邦 就迫不及待的带着大量珍贵礼物去见西王母 他不仅向西王母赠送了象征尊贵的寄天礼器 墨玉瑰和白玉璧 还赠送了数百匹各色紧箔等丝织品 而且两人一见如故 交往甚还留下一段传承千古的佳话 当时小母来见到从中原地区来周沐王一行之后 也非常高兴 实际上从穆天子传这个记载 也可以反映了当时在先前时期 中原地区和西地区这种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关系 大家都非常渴望这种交流 周沐王在西王母之邦逗留几天以后 竟要东返中原 西王母清暮天子威仪 向往华夏文明 临行前西王母与周沐王举杯畅饮 不宿忠常 于是急性作诗吟唱 白云在天 秋陵自出 道里幽远 山川见之 乡子无死 尚能复来 而穆天子也难舍难分 信誓旦旦 做出了一个王的承诺 于归东土 何至诸夏 万民平均 无故见乳 笔及三年 将复而已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我将东返中原 治理好华夏 使百姓们都过上安乐的生活 我再来见你 大概三年吧 但是周沐王食言了 他这一去任凭西王母望穿秋水 再也没有回来 给后世的文人默克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 也令一些使家感到惋惜 唐代大师人李白游历至此 对西王母空怀的期待仍感心痛 于是他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周牧 姚水闻一歌 玉杯敬空言 灵际成蔓草 徒杯千载魂 而晚唐诗人李商隐 更是以一首七诀摇池 道出了西王母的哀怨 摇池阿母起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郡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 这千古绝唱 既是对穆王的结问 也是为西王母的探望 那么西王母之邦究竟在哪里呢 历史上多有争论 但池文杰认为 西王母之邦应该就在天池一带 讲到西王母 大家就会想到 最早对他记载的三海经 特别是《大黄西经》当中 对西王母的记载 一个是弱水之渊 一个是炎火之山 我们可以知道 在东部天山最高峰 伯格达山的东南侧 是吐鲁藩 吐鲁藩呢 有火焰山 气候啊 地貌啊 可以说从古到京 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认为 这就确止了 我西王母所居住的地方 第二呢 有落水之渊 落水之渊呢 我认为啊 它不是一个浩浩渺渺的一个大的一个 湖泊 而应该是一个小的湖泊 因为它是弱水之渊 和他的这种形容 从今天来比照来看 啊 也是极其吻合的 也是极其相似的 当时的西王母之邦 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呢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 2003年春天 新疆文武考古研究所 在吐鲁藩盆底火焰山南路戈壁滩上 发现了2000多座古墓葬 考古学家用三年时间抢救性发掘了500座 这些古墓葬经过考证 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 到公元200年左右 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斯基泰人 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 也都是空的 你看 这个族群的妇女 头戴官室 身穿毛织品 信仰萨满教 他们是一个最早崛起于南俄草原的游牧民族 在阳海墓地二号墓区 考古队还发现了许多精美的彩陶 这些陶器样式 花纹非常独特 与中原的养勺文化十分相似 养勺文化 起源于陕西关中地区 彩陶表面绘制图案是他们重要的标志之一 专家们根据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比对研究 清晰地勾勒出养勺文化西船的路线 他们从西安半坡发端 途经甘肃林陶 青海明河 甘肃山丹 新疆哈密 大约在公元前八百年前后进入屠鲁藩盆地 这条彩陶西船的路线竟然与穆天子西行的路线高度重合 时代也基本接近 因此 池文杰认为 当时生活在天池周围的这个部族应该就是斯基泰人 而汉文献中记载的西王母很可能就是这个部族的首领 西王母既是一个部落酋长 又是一个西部的一个女儿国的国王 一直到汉武帝内战 对他的描写是什么 叫年三世许 修短德中 天资雅碍 容颜绝世 真灵人 他变成了一个是光艳照人的 不是青春美少女 而是美少夫 这种形象 而且他善歌有善歌 西王母作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第一女神 她更像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慈祥而又善良 她悲天悯人 既是旧品 几千年来备受国人尊崇 尽管西王母与周穆王 瑶池相会的故事 已经过去了三千余年 有关故事的真实性 学术界也一直争论不休 但它作为一种文化传播 却在天池深深地扎下了根 2014年7月 新疆天山天池西王母神话 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道长是王母祖庙的住持 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来到这里 已经三十多年了 她既是西王母的追随者 也是道教虔诚的信徒 在历史上 不知有多少道家弟子 像新道长一样慕名而来 修行不道 在王母祖庙对岸的密林深处 就是另一座道观 福寿观 天山天池 作为西王母神话的发祥地 自然也是道教崇拜的圣地 西王母所居的神山 也是道教追求的先进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 团入新疆以后 便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土地 特别是天山天池地区 因其独具魅力的自然生态 且又远离尘世纷扰 是道家修行养性的理想处所 道家信奉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 在这里得到了寄托 元代以后 天池地区成了道教 在西域传播的中心 这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 又一个标志 福寿观就是在元代新建的 尽管在伺候屡遭浩劫 击回几间 在长达七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 这里就成了来往于丝绸古道上的人们精神的家园 如今天山天池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一部分 在加大生态自然保护力度的同时 也在努力弘扬西王母文化和道教文化 为丰富伯格达封人与生物圈的历史文化内涵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 使天山天池作为大美新疆的代表 幻发出独具魅力的光彩